我只要吃榴莲糕底 哇 光光好啊 打完之後 如果要的話就加上這個 自己打的手打檸檬飯 Hello 早晨 60後退休生活 Mira有網友告訴我們 烤榴莲很好吃 於是我們就在珠海 我們找了一間韓式的燒烤 它的燒烤是任食的 如果要吃榴莲的 是130元 今天是星期六 還是吃燒烤的是67.9元 剛才我們看過的肉是錯不錯的 好 我們現在進去試試吃 拜拜 在我去片前提一提大家 如果喜歡我這條片的請給我一個Like 如果是未訂閱的 就按訂閱鍵和旁邊的小鐘仔 我有新片 你第一時間就收到通知了 幫忙看廣告 好 我們現在去片 今次介紹大家來吃的烤肉烤榴莲放題 就是位於旅遊路梅溪商業廣場的地下 我們之所以要來這裡吃烤肉烤榴莲 主要就是之前有網友留言 他說 在深圳吃過的烤榴莲非常好吃 建議我去一試 於是就在網上搜尋找到這間位於珠海的商店 網上評分有4.8分的價錢合理 所以我們今天開車來這裡探店 如果你是開車來 轉了入金吉路之後 去到T字路口轉左就是這個廣場的停車場 他們的泊車系統是可以辨認到香港的車牌自動起閘的 停車後就走過去這一堆建築群 裏面其實很多食肆的 這間梅溪商業廣場是在奧元廣場旁邊 向著奧元廣場的方向走 就到我們今天要吃烤榴莲的餐廳了 就是這間了 走過來 我們今天要試吃的就是這間花肉醬 韓式的韓式燒烤 如果你只是吃烤肉 今天星期六就67.9元 平時64.9元 這個是自助即飲食 如果是吃一個加上有烤榴莲的 是138元 還有韓餐無限 又可以吃飯 還有炸雞 炸雞無限 這裡買美團 可以優惠到8元 原本是138元 現在是130元 每次只買一張 所以我老公要用自己的手機去買 但他買的價錢是133元 原來不同手機的團購價是有分別的 這間店裡的裝修都很韓式 自助食物就放在一旁 有飲品 有水果 甜品 南瓜湯 海大湯 玉米飯 有醬料 肉類 肉類 肉類也不錯 有米腸 有豬頸肉 雞翼 上面有雞蛋 還有一些蔬菜 都可以烤的 還有麵 有生辣 麵 不少有生辣 麵 吃得烤底 吃多久 100分鐘 100分鐘 太短了 時間 我要點點餐 在這裡送 我點餐 少了個二文 它是這個 不是這個是你的二斤 這個 點餐就是除此之外 有麵條炸雞 什麽的 如果我要點 我要點哪個榴槤呢 榴槤我給你送 你給我榴槤 我就是來吃榴槤 好好好 讓你吃到滿意 你是放在這個櫃裡面的 對 因為這個 這榴槤好漂亮 大盤榴槤 好厲害 聞起來好香 哇 這個烤榴槤 你沒吃過 來試試看 冷的 所以要烤鹽水 是 吃了烤榴槤 你真的其他東西都不是 怎樣吃 放在這盒子 對 好棒好棒好棒 快點掌一掌 你用那個夾 嘩 我們的策略有少少不適合 吃了榴槤 一會兒就吃不下其他東西 不會的 慢慢吃 不過一百分鐘而已 對 不如坑肉 生肉和不可以一起 拿多張紙放在旁邊 它有紙給你的 是 我將它摺起來 自間緊迫 只要一百分鐘 這樣 是不是 這樣就可以燒肉 除了剛才外面的烤肉 還有烤榴槤 清提 之後呢 你就可以 炸雞 炸雞 麵 新辣麵 飯糰 部隊鍋 泡菜餅 炸醬麵 炸醬麵 哇 它有很多東西 還可以點 一個半飯海苔碎 主要是麵食 飲料 飲料要付錢 這個增到十三元又不貴 啤酒八元 好 先吃著烤肉 你看 嗯 有點焦 好興奮 香甜 好吃 我只要吃榴槤糕底 嗯 這個榴槤很香 好甜 但是榴槤呢 我們不太烤尖 我先吃點肉 對 看來不然太濕了 它核是很大顆的 但是真的超級香 你看 其實它核大 但是肉也很厚 而且是很甜很香的榴槤味 一邊烤就聞到榴槤味 真的超級香 而且它外面的醬料 和配菜都很多 這個是泡菜 有些芽菜 有些芽菜 醬料都很多很多 哇 肉差不多可以了 是啊 吃不切 我們剛才燒了一些肉 這個是豬頸肉 這個是牛肉 牛肉這麼大塊 什麼肉也有 什麼肉也有 牛肉 豬肉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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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拿這些生菜 然後就可以包生菜 然後還有一些配菜 這塊豬肉 撕了皮 腌膏 好吃 再加醬 老公現在添肉 在這裡有一大盒的紙 用紙的好處是焦掉 不會黏住食物 羊扒 羊扒 很漂亮 有雞翼 雞翼是介一介 有介過的 牛柳粒 很肥 好像豬來的叉燒 這兩個羊 這是羊 這是豬頸肉 這是八爪魚 八爪魚 這一個雪花牛肉粒 標明是真烤肉不用葉 基本上他們的肉類都是很新鮮 你吃不到有個量的醃料 除了牛肉比較韌之外 其他肉類都很好味 我見其他台客人都燒了很多牛肉 難道是我們燒得太久所以韌 它真的一點都不稀長 它有個芝士蛋漿給你 原來外面出了芝士蛋漿 我們把它加進去 光光好 超棒 我們不是每間間韌燒 也有這個 對 雞翼蛋漿 還可以 半生熟才好吃 拌亂它 否則煎一片硬 就不會吃 拌亂它 最好我喜歡拌亂 熱烤烤烤 當然是我吃 忍一下你 好滑 好滑 但芝士味不太重 好滑 好滑 你快點吃 豆腐湯 一客就有一碗 豆腐你未吃 你這樣看的樣子都知道是好滑 而且真的熱烤烤 這個雞好吃 它中間那裡有少少的軟骨 它不是很大顆 它舊的都是很小 但味道很好 而且咬到軟骨那裡 這個好吃 除了烤榴槤之外 還可以烤些蔬菜 有南瓜和藝瓜 第三顆 這一邊 燒到空了 又香又甜 又軟 這個真的超棒 好像吃熱的雪糕榴槤 看 再吃我都吃到 真的很好吃 你會不會挑 我覺得 好吃 肉 所以 其實我們多給了六十多元 去吃榴槤 所以 要盡力一煲 其實就是等於 買了的榴槤 是嗎 但你買 你未必買到這麼漂亮 很多次是神 不甜 未熟 才能拿出來給你 自己做手打檸檬茶 檸檬 可以切成這樣 好多了 夠了 夠了 然後加些冰 蓋子 這個 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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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 像仇人般 好打 還未夠補 手刮器剪的 打完之後 這個好吃 是否要搖它 然後再加這些 用力搖 拿杯 剛剛好 一大杯 很棒 自己打的手打檸檬茶 如果要按的話 加上這個 自己打的手打檸檬茶 解禮 完滿了 吃飽飽後 找老闆做停車優惠 15分鐘內出車就可以免費泊車 吃完烤肉之後 我們在店鋪走出來 轉右直去 這裏就是奧園 前邊 這裏就是梅溪 是幽和匯的梅溪 這裏就是奧園 這裏就是梅溪 如果你是坐公交車 在奧園旁邊的南盾路 就有公交車站 分別是26號和Z13 珠海還有什麼好玩好熟的 告訴我 我是珠海鄭妮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 如果大家喜歡我這條影片 請按個讚 還未訂閱 快點按訂閱 還有旁邊的小鐘仔 我有新片 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我們下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